大家好,歡迎回到Walkist Studio 相信大家都知道,多拉A夢是很喜歡吃豆沙包的 是因為他們22世紀的貓女朋友 如果想看這個原因的詳情 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去看這個系列的第二集 今集主要來說,如果多拉A夢吃不到豆沙包的話 會利用什麼法寶去解決問題 還有說說回到豆沙包,多拉A夢會不會出賣自己 為他人讀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我們主要利用四個故事來說 第一個就是願望實現機 多拉A夢為了想吃很大的豆沙包 就利用願望實現機這件法寶 使得自己能夠達成願望 不過這台機器的操作實在太過複雜了 很容易導致反效果 突然之間有一個超巨大的豆沙包 突然之間送到大雄的房間 並且把大雄和多拉A夢壓住 原來這個超巨大的豆沙包 是由多拉美送過來的 是22世紀的餅舖 為了打破世界紀錄而製造出來的 所以多拉美就把這個豆沙包送到多拉A夢作為禮物 多拉A夢最初就跟多拉美說 他根本吃不到這麼巨大的豆沙包 多拉美隨即就說 只好把他送到22世紀 但是多拉A夢隨即就說 他無論如何都要吃完整個豆沙包 多拉A夢真的把整個豆沙包吃完 最後還把自己的身體 搞到好像北斗中一樣 另一個故事就是合成擴山之數 有一天 大雄在睡覺的時候 就聽到屋外傳來的滑洞聲音 大雄就到花園看看 大雄發現一個洞 並且進入去看看 途中就踩到一些東西 原來大雄踩到的是豆沙包 當他撞到洞裡面的盡頭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有很多豆沙包 就將大雄活大 被多拉A夢發現到 事後多拉A夢和大雄就回到房間 並且解釋是利用了合成擴山之數 把一個豆沙包和這件花寶放進屋裡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能夠製造出很多豆沙包 就讓多拉A夢自己吃了 第三個故事就是雜陳基 多拉A夢因為吃不到豆沙包 而感覺很煩惱 所以多拉A夢就拿出雜陳基 原理就是將全日本 撕落地下的豆沙包的碎片 就利用這件花寶集合起來 並且製造出一個很大的豆沙包 解決多拉A夢的問題 不過多拉A夢這樣做 就成為了大雄威脅多拉A夢 借發寶給他的致命將來 大雄在皇間的窗戶 向外面大聲說 多拉A夢收集了全日本的豆沙包 的碎片來吃 使得多拉A夢就只好 將這件花寶借給大雄 並且當大雄和多拉A夢 在鄭亨家裡 多拉A夢拒絕大雄想幫鄭亨的請求 那時候 大雄就跟鄭亨說多拉A夢的事 就被多拉A夢阻止 並且答應大雄的請求 而最後一個說的故事 就是任意商店 多拉A夢想去餅店買豆沙包吃 但是餅店就在那裡休息 搞到多拉A夢就買不到豆沙包 並且不能夠做忍來 所以多拉A夢就拿出任意商店 只要利用法寶的招牌 並且寫商店名 就可以利用10日圓 買一樣商品 多拉A夢就用來買豆沙包 而這個故事經過幾個場面之後 最終竟然是伴虎和小夫 就想在大雄的手上去搶這件法寶去 但是當時只剩下一張招牌子 所以大雄就利用這件法寶 利用10日圓去購買一名警察 希望能夠阻止伴虎和小夫 使得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在不同的故事當中 就會看到有些角色 為了使得多拉A夢 能夠幫他做些事 往往就會利用豆沙包 來引誘多拉A夢 不過多拉A夢 是不是每一次都會受到引誘呢 其實就不是 多拉A夢都總會有自己的底線 在五個多拉A夢這個故事當中 大雄在晚上就發現自己還沒做完工課 所以就請多拉A夢吃豆沙包 正當多拉A夢吃豆沙包的時候 大雄才將這個真相說出來 希望多拉A夢能夠幫大雄做功課 大雄就在房外睡覺 多拉A夢就隨即地被騙了 多多早上早上大雄見到功課已經完成了 但是同時見多拉A夢就傷痕累累 所以就利用時光機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多拉A夢在未來四個不同的時間找自己 使得自己可以有五個多拉A夢 一起將大雄的功課做完 不過未來的多拉A夢當然很生氣 所以聯合起來去教訓原先的多拉A夢 到了第二晚 白雄打斷了以豆沙包向多拉A夢表示感謝 但是多拉A夢看到豆沙包就害怕了 至於小夫 他又曾經多次利用豆沙包來擁有多拉A夢 當然是拒絕小夫的請求 回到家後多拉A夢就向大雄表達不滿 並且說他跟大雄是不可分離的 不過小夫竟然走到大雄的家 並且跟大雄的媽媽說多拉A夢吃了小夫意吃的豆沙包 大雄的媽媽隨隨即向多拉A夢提出質問 多拉A夢就跟小夫理論了 小夫就說他沒有說話是免費的 如果多拉A夢不幫小夫的話 就要多拉A夢去環環吃了豆沙包 多拉A夢就知道好就飯了 就一隻出油情藥拿出來 小夫就在路上靜靜地把法寶 就黏在多拉A夢的腳底 並且利用搖控器 讓多拉A夢引過去 另外小夫在故事重要提示《筆記報》當中 他是有一個不可道的筆友 叫做阿寶 在寄給小夫的名證片當中 他提及到他會去讀經找小夫 由於小夫事前去阿寶吹水 拖大自己的技能 所以只好把豆沙包去大雄家 向多拉A夢求救 但是多拉A夢就沒有受到豆沙包的隱誘 沒有答應小夫的請求 原來是多拉A夢知道媽媽那天會用豆沙包 再毀滅多拉A夢的差點 不過整分大雄和多拉A夢 去找媽媽拿點心的時候 媽媽正在找忘記放在哪裡的錢包 多拉A夢就落出重結提示筆記簿出來 提示大雄帶黑痴 大雄就跟著做 他的褲突然現在就爆了 並且是媽媽求救了 媽媽就露出針線出來 為大雄收補 但是原來媽媽的錢包就在針線包上面 大雄和多拉A夢的點心費用的問題就解決了 不過整當多拉A夢去買豆沙包的時候 餅店的職員就說所有豆沙包都買了 並且是由一個小朋友買了 大雄就想起可能就是小夫買了 小夫就在學校的年輕人自己一個 想想怎樣去解決阿寶這個問題 並且就把想買給多拉A夢的豆沙包放在旁邊 不久多久 大雄和多拉A夢就去到後山 並且找到小夫 多拉A夢見到豆沙包 就當然是流洗口水了 大雄就向多拉A夢借發寶 看看多拉A夢怎樣可以吃到豆沙包 最終多拉A夢就幫小夫 而小夫也就自己向阿寶誇大自己紀念的事 向他道歉 事情就可以解決了 並且和聖坑和本府一起在後山玩 多拉A夢終於能夠吃到豆沙包了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總統之書 當時大雄和小夫就各作總統之為 贏了的就可以使用多拉A夢的總統之書來進入政策 小夫為了使自己能夠勝出這場選舉 就引誘多拉A夢就成為小夫的候選人 並且以豆沙包作為引誘 多拉A夢最初當然是很高興 但是突然之間想到 他根本是不可能幫小夫 所以即使怎樣喜歡豆沙包都好 多拉A夢是沒有答應到小夫的請求 並且很久跟大雄說小夫苦過份 小夫有一個故事是和本府一起引誘多拉A夢 就是用弓箭班學 有一天大雄利用運送箭 在放學的時候和政策一起去到政策家 即使當天早上大雄利用法寶上學 事前伴夫和小夫在上學的路程上 就看到大雄仍然在家 所以就認為自己不會遲到 而好有遊閒地去走 最終大雄準時回到學校 但是伴夫和小夫最終遲到就被老師罵了 伴夫和小夫當然是不服氣 所以就在放學的時候就想捉大雄 但是當然就差點捉大雄那時候 大雄和正恩就利用運送箭就脫掉了 伴夫和小夫就去找多拉A夢 就想借用法寶 最初多拉A夢就當然不太願意借給他們 但是他們竟然利用豆沙包去引誘多拉A夢 從而成功地借到法寶 伴夫另一個引誘多拉A夢的故事 就是伴夫結婚了 伴夫有一天遲了回家就被媽媽罵 伴夫的媽媽就很擔心 伴夫能不能夠找到女朋友 從而結婚 所以伴夫就去到大雄家裡 並且請大雄和多拉A夢吃豆沙包 伴夫叫他一邊吃 一邊聽他說話 原來伴夫就想叫多拉A夢去這法寶 讓伴夫能夠知道 他究竟未來認識的女生是怎樣的 多拉A夢最初當然是拒絕伴夫的請求 並且就說有事要離開 就是因為多拉A夢就吃了伴夫的豆沙包 伴夫就以這件事來威脅多拉A夢 多拉A夢就只可拿出女孩子和陸基出來 讓伴夫可以知道未來自己認識的女生是怎樣的 多拉A夢會了豆沙包 有時就會不惜利用任何可行的方法去解決 不過他也是有良知的 當知道其他人是因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而利用豆沙包去認有多拉A夢的時候 他也是會懂得拒絕的 其實多拉A夢有一件法寶就是許願手戒廟 使用者可以戒了自己喜歡的東西最少一年 以達成自己的願望 而且越是戒了自己較為喜愛的東西 後力就會更加強 所以如果多拉A夢 有豆沙包隱論的願望想達成的時候 會不會以自己一年不吃豆沙包作為承諾呢 這個就留給大家思考一下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歡迎CLS三部曲 留言、讚好和分享這條片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的同時 也請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即時知道了 也歡迎大家Like我的Facebook page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